機長最後一次與地面工程師通訊 這個時候機組已經進入缺氧狀態 氧氣面罩在放下的12分鐘後 早上6點26分 氧氣停止供應 雅簡驅管終於察覺到事態不對 透過自己的頻率呼叫飛機15次 警記頻率5次 但都沒有得到回應 接著一架S16的駕駛員 發現機長的位置是空的 好幾位乘客戴著氧氣面罩 沒有任何動靜地坐在位置上 左發動機熄火的5分鐘後 座艙通話記錄器 記錄到兩聲虛弱的 2005年8月14日 一架隸屬於太陽神航空的波音737-300 在賽普勒斯拉納卡國際機場準備起飛 這架編號5B-DBY的737-300 基07年 原先被交付給德國的一家廉價航空公司 編號DADBQ 後在2004年被交付給太陽神航空 總飛行時數17900小時 搭載著兩具CFM56發動機 太陽神航空成立於賽普勒斯 也是賽普勒斯第一間私營航空公司 自1999年以來 以低成本 廉價航空的運營方式 在歐洲與北非各地都有航線 運行著一架波音737-300 兩架波音737-800 與一架空中馬式A319 此前並沒有重大事故的發生 波音737-300屬於737經典型 在1970年代末開始研發 並在1984年首飛 總共製造1900架以上 與第一代737不同的是 經典系列用上了玻璃駕駛艙 換上了燃油效率跟油的發動機 載客量也加大 直飛這艘航班的機長是10年59歲的 漢斯、魚爾根、梅爾騰 出身東德 在24歲被聘為東德航空的副駕駛後 開始他的飛行生涯 幾經輾轉後 在2004年被太陽神航空雇用 之後又換了兩家航空公司 在2005年5月 事故前三個月再次回到太陽神航空任職 擁有737-300與737-800的飛行執照 曾駕駛過蘇智飛機 總飛行時數16900小時 在各型號的波音737上的飛行時數 則有5500小時 根據同事的反應 機長第一次任職於太陽神航空時 對副駕駛會以命令的口吻說話 但在事故前三個月左右 也就是機長第二次加入太陽神航空後 機長的態度部分改善了不少 副駕駛潘波斯、查拉蘭布斯 51歲 在2000年被太陽神航空聘用 曾駕駛過洛克希德LE88 空中巴是A300等飛機 總飛行時數7500小時 4000小時在波音737上 根據他的親人與朋友等敘述 副駕駛是冷靜沉著 但善於社交的人 然而副駕駛多次提到了關於機長的態度問題 與公司文化問題 並透露他正在找下一份工作 而在他過去的飛行員資格檢查記錄中有提到 他是一位正常水準有時候甚至是水準以上的飛行員 但也有提到副駕駛會有Rush through the checklist 也就是草率地完成各種檢查單習慣需要改進 而這個壞習慣在之後的事故會有很大的影響 機長載有115位乘客與6位機組人員 而其中一位空服員25歲的安德烈雅斯 普羅德羅姆 他曾接受過飛行訓練 並擁有英國發放的商用飛行執照CPL 一般飛行執照分 SPL、PPL、CPL和ATPL 分別是訓練飛行執照、私人飛行執照 商用飛行執照與航空公司運輸飛行執照 空服員安德烈雅斯的商用飛行執照 在某些國家甚至可以直接去應徵飛行員 而他在這班航班將會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522號航班由賽普勒斯拉納卡出發 中庭希臘最後會抵達傑克的布拉格 在開始講解事故前 我們必須先把時間倒回到事故的前幾個小時 8月14日凌晨1點 當飛機由倫敦返回拉納卡機場時 機組在維修紀錄上寫到右後艙門出現問題 包括出現怪聲、很難打開等問題 於是請地面工程師做檢查 右後艙門尤其是很難打開這點 可能關乎到飛機的艙壓系統 加上這架飛機的艙壓系統 之前就曾出現過問題 像是在飛行途中陽性面罩掉落等情況 於是工程師決定做艙門的目視檢查 以及整架飛機的艙壓檢查 8月14日凌晨1點 三位工程師到機棚進行檢查 其中兩位在飛機內操作後艙門與艙壓系統 一位則在外面確認有沒有怪聲 艙門開關部分一切正常 隨後其中一位工程師走到駕駛艙 開始加壓飛機 而這個加壓過程中 因為他們在地面 所以要手動調整艙壓 這個時候在駕駛艙中的工程師 將7-3級的艙壓系統 由自動轉為手動 並開始加壓 他們一路檢查到凌晨3點 在一系列的檢查後 確定飛機並沒有艙壓外洩的情況 然而當地面工程師們離開飛機時 他們並沒有把艙壓面板的手動 再次轉回自動 早上6點07分 飛機自拉納卡國際機場起飛 最後機組在執行起飛後檢查單的時候 其中有一項規定是檢查艙壓面板 但艙壓面板只會在起飛前讓機組設定循環高度與著陸高度 只要把它設定到自動模式 飛機就會依照這些高度調節艙壓 而且這個自動模式機組也基本上不會去動 在飛行中基本上也不會太去注意到它 因此他們忽略掉了 艙壓面板未被調節到自動模式 只是這邊已經很難考究真實情況 因為座艙通話記錄器只能錄製 墜毀前30分鐘的音訊 在更之前的音訊則會被洗掉 起飛的4分鐘後 早上6點11分 飛機回報位置在LASA長點 高度爬升到空層腰洞洞 隨後 區域管制中心向飛機確認最終的巡航高度 飛機表示希望爬升到空層3-4洞 航管隨後許可 這也是522航班與區管的最後通訊 一分鐘後 早上6點12分 尼克西亞區管 也就是剛才與飛機聯絡的區管 透過國際航空固定通信系統 聯絡雅典區管 回報說太陽神522號航班的巡航高度在空層3-4洞 以及會在大約6點37分到達一個 位於雅典與尼克西亞飛航情報區交界處的航點 而在飛機上呢 6點12分38秒 飛機的高度爬升到12,040英尺 這個時候第一次錄製到艙壓警告系統響了 提示著機師們艙壓出現問題 這其實是相當嚴重的 因為空氣密度在越高空越稀薄 所以人們在越高空也就越難呼吸到足夠的氧氣 這個時候按照正常程序 機師會先戴起氧氣面罩 並進行緊急下降 透過下降高度來增加艙內的氧氣密度 實際情況是飛機繼續爬升 因為機長把這個艙壓警告系統的警示音 誤聽成起飛狀態警告系統 起飛狀態警告系統是指飛機在起飛時 可能忘記放精液或忘記鬆手剎車 讓系統偵測到這個起飛程式有誤 飛機有某些地方沒有調整到一個能安全起飛的狀態 因此發出警告聲提醒飛行員 而起飛警告系統倉壓警告系統的聲響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但是難道沒有視覺的警告系統嗎 在波音737新世代系列中 如果艙壓有問題 會在前面板一處顯眼的位置亮起紅燈 並標示艙壓 但是波音737-300 屬於737經典世代 是沒有安裝這樣的警告系統的 這邊還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當艙壓系統在手動模式的時候 它會亮起一個綠燈 自動模式則是不亮 因為有時候當自動艙壓系統故障時 飛行員也是可以透過手動去加壓飛機 所以亮綠燈只是表示說 手動艙壓打開了可以開始調節了的意思 一般情況下如果是亮紅燈或橘燈 機組可能比較會注意到 但如果亮綠燈 機組可能快速看過去的時候完全沒有注意到 總之當時機長誤以為是起飛狀態警告系統 但事實上起飛狀態警告系統只有在地面時才會響起 所以機長感到納悶 飛機繼續爬升 早上6點14分 飛機的高度來到14000英尺 駕駛艙中的主警告響起 並且標示上部面板 也就是提醒飛行員去查看上部面板 這個時候上部面板會顯示說 乘客氧氣開始供應的資訊 也就是客艙的氧氣面罩被放下 可以提供全機乘客12分鐘的氧氣 以及冷卻系統關閉的警告 冷卻系統關閉是因為機內沒有加壓的關係 機上空氣密度不夠 不足以冷卻機上的例如電腦等系統 所以這幾個機像結合在一起 顯示出機上的倉壓部分有明顯問題 然而兩位飛行員只有留意到 冷卻系統關閉這個信號 還是沒有或自動忽略了就在旁邊的倉壓面板 倉壓警告系統想起了1分鐘又30秒以後 此時飛機的高度爬升到15900英尺 機長與航空公司聯絡 並說明起飛狀態警告系統在響 以及冷卻系統關閉這兩個問題 這時候航空公司請了一位在崗位上的 地面工程師與機長溝通 在溝通期間機長詢問工程師冷卻系統的斷路器在哪裡 在機長座位的後方地面工程師回覆到 於是機長起身到後方找冷卻系統的斷路器 在一番關於冷卻系統的溝通後 地面工程師請機長去確認倉壓面板選項有沒有選到自動 然而機長並沒有回覆工程師這個問題 而是繼續問到冷卻系統的斷路器在哪裡 工程師也沒有繼續重複問 飛機繼續爬升 6分鐘後早上6點20分21秒 飛機高度來到28900英尺 機長最後一次與地面工程師通訊 推測這個時候機組已經進入缺氧狀態 飛機繼續自動駕駛爬升 早上6點23分 飛機在巡航高度34000英尺改平 氧氣面罩在放下的12分鐘後 早上6點26分 氧氣停止供應 早上6點29分 太陽神航空公司與尼克西亞區管聯絡 詢問他們能否聯絡上飛機 早上6點30分以後 尼克西亞區管開始透過自己的頻率 還有在空中的其他飛機去聯絡太陽神航空522 但都沒有回應 早上6點36分 飛機飛過Avano航點 正式進入雅典飛航情報區 由雅典區管控制 飛機一個一個通過目標航點 早上7點12分 飛機飛過航點Ripley 距離機長140公里 按照計畫 飛機準備下降高度 機組沒有向雅典區管要求下降許可 雅典區管終於察覺到事態不對 透過自己的頻率以及緊急頻率呼叫飛機 但都沒有得到回應 從7點12分到7點49分 雅典區管透過正常頻率呼叫飛機15次 緊急頻率5次 其他飛機也透過緊急頻率呼叫太陽神522 但是都毫無回應 早上7點15分 飛機飛過Varix航點 並按照預先輸入好的進場航線飛行 然而飛機的高度仍然在34000英尺 因為飛機下降高度仍然需要透過機師手動設定 早上7點16分 雅典區管通知了各單位 包括雅典進場台 雅典塔台以及希臘空軍 早上7點20分 飛機飛過進場程序中的定位台 但是高度卻在34000英尺 早上7點29分 飛機在34000英尺的高度飛過機場 飛行電腦自動認定飛機錯失進場 飛機進入錯失進場航線 早上7點37分 飛機到達指定定位台 並開始進入盤旋航線 在接近一個小時的盤旋後 兩架希臘空軍的F-16 升空並攔截到飛機 與此同時飛機進入第六個盤旋航線 早上8點23分 兩架F-16透過緊急頻率 雅典區管頻率呼叫飛機 也做出許多動作來吸引飛機的注意力 但都無果 接著一架F-16的駕駛員 靠近的觀察了一下飛機 發現駕駛艙中 機長的位置是空的 副駕駛的位置 則有一個人攤倒在座位上 再把頭轉到客艙那邊 他看到客艙中有好幾位乘客戴著氧氣面罩 沒有任何動靜的坐在位置上 對戰鬥機的出現也沒有任何反應 就這樣過了接近20分鐘 飛機第十次盤旋 早上8點48分 座艙通話記錄器錄製到了類似開門 調整座椅 拿起氧氣面罩的聲音 一位穿著淺藍色衣服與黑色背心的男性 走進駕駛艙 想要透過操縱桿控制飛機 而這位正是空服員安德利亞斯 普羅德羅姆 他拿了在機上儲備的備用氧氣瓶撐到現在 他雖然受過飛行訓練 並擁有商用飛行執照 但並沒有受過波音737的飛行訓練 就在空服員進入駕駛艙的一分鐘後 8點49分50秒 飛機的左發動機熄火 燃油耗盡 因為推力不平衡的關係 或者是空服員有意為之 飛機開始向左偏航 這個時候兩架F16迅速離開飛機 並以較遠的距離跟著飛機 也在這個時候 飛機的高度開始下降 左發動機熄火的五分鐘後 8點54分 驟艙通話記錄器記錄到 Ma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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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神航空522 然而可能是因為空服員 不會操作737的通訊系統 這個求助信號並沒有被發送出去 幾秒後又錄製到了兩聲虛弱的Mayday Mayday 這個時候飛機的高度下降到16700英尺 早上8點56分 自動駕駛被斷開 8點59分 飛機的高度下降到8500英尺 倉鴉警告停止 雖然停止了 但機上乘客與機長早已缺氧而死 當飛機下降到7100英尺 坐在機長位置的空服員注意到F16 並指手勢給對方 F16指了一個類似跟著我的手勢 但空服員只對F16指出往下的手勢 8點59分20秒 飛機的誘發動機接著熄火 9點03分32秒 飛機墜毀在距離機場33公里遠的山丘並起火 機上115位乘客與6位機組人員 全數遇難 F16的駕駛員表示 在最後階段 空服員安德烈雅斯 試圖拉起操縱桿 改平飛機 以減少衝擊力道 這是希臘有史以來最慘烈的恐難 希臘航空事故調查委員會介入調查 並在隔年2006年11月發布調查報告 首先 他們在現場找到了 飛機裝備的4瓶被用氧氣瓶 推測空服員安德烈雅斯 就是用了其中的氧氣瓶才能撐兩個多小時 並最後試圖控制飛機 在這邊我們總結一下 墜毀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首先地面工程師忘記在做完檢查後 把倉壓系統的手動模式調整成自動模式 機組也沒有在起飛前與起飛後檢查到指點 當倉壓系統想起時 機組以為是起飛狀態警告系統故障 因此聯絡地面工程師 但也在這段時間 措施了緊急下降的機會 機組與乘客在缺氧的狀態下失去意識 其中一位空服員透過備用氧氣瓶 勉強維持意識 在最後階段撬開駕駛艙的門 但因為飛機在空中停留太久 燃油耗盡 導致最後墜毀 而造成這樣的結局 太陽神航空方面也有問題 調查方指出太陽神航空的管理層結構 當時並不完整 而他們的訓練在完成檢查單 這方面也不完整 很多機師都有草率完成檢查單的心態 安全文化不佳 委員會在安全建議方面給出 加強訓練機組分辨起飛警告系統 與倉壓警告系統的區別 也要求雅點驅管方面做出改善 希望他們更有效率地應對 失聯或其他情況的飛機 太陽神航空在2006年被凍結之產後停飛 太陽神航空在2006年被凍結之產後停飛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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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